我们这次的兑换圈抽完之后 就会决定了 大家最终的画作的数量 排名第一 第二 第三名的队伍 就是今天的获胜队 但我们最后的结尾是一个画展 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看的 可是自己居里的画作 会比较少一点 那我那个区域没有画 很尴尬 就只是尴尬 对 我可以放一张我的照片吧 那会更尴尬的 没关系 你们先来吧 我想把这次赢得的机会给沈岳 因为我觉得沈岳在玩这个的时候 她是另一个人 他在车上的时候跟我说 我心里痒痒 来吧 现在就是你挠痒痒的时候 给你 确永哦 你们生了 谢谢 浪 eleven á 快账 谢谢 这太快了 我就还没有任何体验感 ourselves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么赤金 有些生气了 我在这儿就是一个吉祥物 这个吉祥物叫什么呢 归零 归零 那第一排应该不能再有了吧 来 雨昕 你非要第二排 这个肯定没有 肯定没有 你说这个吧 可以 快乐都是他们的了 快乐回来了 好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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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玩意 躺赢 那我先抽一张可以吗 我先 我可以先抽一张吗 你第二张肯定 肯定没有 真的假的 好 好 好 谢谢 好 好 好 灰灵 谢谢 谢谢 好 好 第二枚 第二枚 好 第二枚 你说这个游戏设定有什么意义 吹慢点 有 我就是不能抽 全三张我抽吗 对 但你也会抽哪一张的是不是 不会 对 看我刚才往那一站 我说我是归零吉祥舞 说对了 你就是归零高 我们今天所有可以赢得画作的任务到这里就结束了 目前白鹿和陈哲远队累计画作25伏 排名第一 杀艺 潮艺 潮兴 累计收获画作20伏 排名第二 陈哥 沈岳 累计画作19伏 排名第三 恭喜这三组成为了今天的过胜队伍 那截止到六点为止 奔跑吧一起描绘美好生活微博实况热聊在线讨论人数 已经达到了133万 画展已经成功解锁 而各位收集到的画作也都已经在你们各自的展区展出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前往泰宁影视基地 一起去抢先欣赏美好生活鼓子画展 沈岳大美好生活